中央电视台大型特别报道 共进新家园 主持人张泉玲 柴静 李小文 赵普 郎永纯 丁分五路 深入四川 甘肃 陕西 报道对口原件最新成就 今天主持人柴静带你走进青川 共建新家园 走进四川青川县 四川青川东河口村 在512地震中经历了很多种灾害 山崩地裂 艳色湖 泥石流 滑坡地线等等 这个原本宁静的小小山乡 因为遭遇的格外残酷 而让全国人民揪心 一年多过去了 东河口村站起来了吗 幸存的村民在哪里安家 他们的生活又如何继续呢 站在这儿就会明白 为什么人们说 东河口是地震的伤口 当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身后的王家山 整体发生了崩裂 把整个村庄 全部掩埋在了 一百多米的地下深处 村庄当中还有剩余的四百多人 他们现在已经移居到了 高家山的山脚下 开始新的生活 今天我们去探访他们 在浙江周山原件方的支持下 东河口村旧址 已经被开辟成一个地震遗址公园 旁边就是新的东河口村 村里的农方已经全部建完 正在对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扫尾施工 就这个地方 39户 这房子都是新建的吗 新建的 盖完了吗 盖完了 基本上全部住进去的 这是在修什么呀 麻花盆 麻花盆 整个绿化这个项目 这个是我们浙江省周山市原件的一个项目 总共是30多万 然后它通过这些承包给 有资质的施工企业 来请我们本地的人来做一些东西 浙江周山原件方请专家对全村进行了整体规划 夏天村里荣誉遭遇山洪 他们专门设计了一条纵贯全村的水泥排水区 新的东河口村三十几户人家一山而建 在一栋新房的门口 我们遇到了村民和元杰 他热情地邀请大家进去参观 上面的政策给了什么大的代价 就是我们老百姓 太好了 家里几口人啊 五口人 这边是厨房 后面是厨片和招气 还有厕所 重建中 浙江原件方派专家帮村民设计了木结构的抗震房 还专门做过抗震实验 在外形上 则采用了典型的川民居风格 延续当地的文化传统 现在一排排白色农房在山坡上 已经成为一道风景 我们采取了具有川北民居风貌来重建农房 就是小青蛙 白粉墙 人子顶 它的主要特点是 一是经济 二是食用 三是抗震能力墙 再加上买官大方 根据浙江中山原件方和村里一起做的发展规划 养殖 蔬菜 果树 都将成为东河口村新的支柱产业 能看得出 村民对未来的生活很有信心 一些最新款的家电 在村里也能看到 大姐 你好 这么大房都是你家的呀 对 这种都家的 怎么你家比别人家多大呢 我感觉 就是 是吧 你家算是最高的地方了吧 我家就最高的地方 什么时候住进去了 走进去了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怎么样啊 住进新房子 住进去好哦 肯定好哦 今天春节就在新房子里过了 哎 今天个春节就在新房子里过了 你现在人家几口人呢 四个人 四个人都好 哎 哎呦真漂亮 哈哈哈哈 大姐是 过日子的人 哎哎 看你家买过这些新的电器 花不少钱 花了几大圈呢 心里都舍得吗 谁的 房子要用这些东西 孩子要用不上 养出来 咯 这些东西 一辆